鸡蛋牛奶做面膜 坚持一个月皮肤白白嫩嫩的 无论你是黑黄暗沉或者是长得斑斑点点的姐妹们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真的美容卡都被我扔掉了 那我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姐妹们 一定要点赞收藏哦 不管你是30岁50岁还是60岁 你就用这个方法来做面膜 首先我们把这个鸡蛋给它敲开 敲开之后放到一个碗里 那我们取出蛋黄不要蛋清 然后的话再加一勺的牛奶 不要放太多就一勺就可以了 牛奶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的话特别不容易沉膜 之后我们再加一勺的清水 清水就是矿泉水纯净水啊 都能喝的水就可以 然后的话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三大勺的这个七纸白软膜粉 它属于是一种中草药的一个面膜粉 有七种中药成分研磨而成的 然后有很好的一个美白淡斑体量辐射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来三大勺这个七纸白 这个我们要到美容院去做一次的话 要288的 自己在家做其实算下来的话 做一次也就几毛钱挺便宜的 然后加到一起以后呢 那如果说你说黑色素比较多 那我们就斑斑点点比较多的话 你就把这个纯正的这个珍珠粉 要用那种微米级的纯正的珍珠粉 再加上一勺 这样仰白皮肤的特别好 过去的话没有糊饼的时候 都是用珍珠粉去起脸的 我们顺一个方向去搅拌 把它调成这种粘稠度的话 就可以上脸去涂了 然后我们取部分的膏体直接涂到脸上 就是你涂上去之后呢 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到啊 就特别特别的舒服 而且会感觉舒缓效果特别好 因为这个蛋黄的滋养效果和牛奶的养白效果 再加上这个七纸白的美白淡斑的效果 调出来这个面膜呢 真的不愧在美容院 做一次是需要288的 美容院做那种高端的 专门去养白皮肤的 养白淡斑的那种项膜 开卡就得三天多那种 就是这种软膜 其实你自己去买这个七纸白 然后用牛奶和鸡蛋去做一次的话 其实一次的话就合几毛钱啊 超便宜 不用去上美容院去做 然后你就把它均匀的涂在我们的皮肤上 就买回来之后呢 你就来跟我学就行 可简单了啊 做一次两次的话 基本上就能学会 然后涂匀再涂在脸上之后呢 现在的话基本上整张脸全部涂完了啊 然后记住了眉毛给它刮出来 如果你是闻的眉毛的话 一定要把它露出来 要不然你做一个月之后 你发现 哎脸白了亮了 然后眉毛也白了亮了 因为它这个七纸白和鸡蛋牛奶 七纸白做的面膜 我也说了 它是氧白效果和淡白效果的嘛 分解黑色素的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眉毛是闻的 那它黑色素对不对 所以说眉毛就淡了 就白纹了 均匀的涂抹到皮肤上之后呢 我们在外面贴上一个这样的贴片的面膜 什么牌子的都可以 只要是补水的就行 你提上这个补水面膜之后呢 能够让它们的 把这个面膜的滋润度更好 更保湿 这样的话效果就会更好啊 我们这样子给它抚平 抚好以后呢 我们静等个2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呢已经到时间了 我们来结膜看一下 从边缘的地方给它剥开 然后的话 我们是可以一整片的给它截掉的 截掉的时候 你会感觉皮肤特别舒服 特别的滑嫩 就有一种像剥壳鸡蛋一样的感觉 超级 我都可以购乱的 但是就像个人一样的 像我们这里的 最后也是是一种像剥颗的 就是质艾